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8日 我以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分析王志安是不是中共特务 因为法轮功在攻击王志安是中共特务 其中的一条理由 就是王志安的流量一夜之间突然大涨 我当时就分析说 这个流量大涨未必能够说明 它就是中共特务中国政府派了王军来力挺他来炒作他 也有可能是背后有民间的资本在支持他去买粉买流量 最近我发现了 这方面的证据 用到了一个工具 它叫做谷歌趋势 这个谷歌趋势 是谷歌推出的一款工具 是分析某一个关键词在谷歌搜索的热度变化 因为它包括的是整个谷歌的搜索系统 其中也包括了YouTube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在YouTube上面有频道的话 那么从这个搜索的这个热度 也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YouTube频道的关注程度的变化 因为很多人要去关注某一个人的YouTube频道 是会在YouTube去搜他的名字 然后再关注或者去看他的视频节目 另外 它谷歌的趋势 还可以分析某一个关键词 在某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个关注程度 还有呢 在某一个城市的关注程度的排名 那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因为谷歌呢 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所有的谷歌的服务 不管是谷歌搜索也好 YouTube也好 在中国都是被屏蔽的 那么中国人如果要看YouTube 要用谷歌的话 是需要翻墙 那么翻墙的话 如果是根据IP来确认 这个人的所在的位置的话 那么呢 是不是就会搞错了 本来是中国人 这个弄到国外去 谷歌趋势显然是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因为要定位某一个用户 是不需要靠这个IP 还有别的方法 可以定位它究竟是来自中国 还是其他的国家 来自中国的话 是来自哪一个城市 这些呢 它都可以做到 那我可以举用啊 作为一个例子 来说明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谷歌趋势应该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五年来 搜索方舟子的这个趋势 热度 可以看出来变化不大 其中呢 有几个高峰 我们都可以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啊 人们会对我的关注比较大 第一个高峰 是在2020年3月 发生了什么事 新冠疫情爆发了 很多人都跑来看了 究竟对这个疫情有什么看法 然后第二个高峰呢 是在2021年8月 也是跟疫情有关 什么事呢 Data爆发了 最后一个高峰 是在2022年12月 那是因为中国彻底躺平了 疫情在中国大爆发了 所以呢 咱们也要跑过来看了 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科普 所以这个趋势显得是很正常的 不是说一夜之间突然上涨 没有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些关注我的国家和地区的热度 我针对的就是中文的用户 所以呢 关注我的 那当然都是懂中文的 懂汉语的 都是华人巨堆的地方 除了中国大陆 海外的那些 也都是华人扎堆的地方 所以都是中国大陆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然后就北美 欧洲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还有日本 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马来西亚 都是这些地方 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那再看一下 这个城市热度的排名 它只是显示了两个 上海和深圳 这个也很正常 如果说全世界关注我最多的地方 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些一线城市的用户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志安的情况 你看一下那个王志安的谷歌趋势 热度的变化 近五年来 大家可以看出来 前面它是没有热度的 然后呢 到2022年的五六月间 一夜之间 这个热度直线上涨 然后从此呢 就居高不下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显得很不正常了 应该呢 就是在2022年的五六月间 投资进来了 那所以突然之间 一下子 这个粉丝啊 流量啊 门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关注他的 这个国家地区的排名 排第一位的 那是中国 这个很正常吧 然后接下来 是港澳台 好吧 这些都是 华人扎堆的地方 还很正常 但是你看第五个 圣赫赫勒纳岛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它是英国的海外领地 最著名的 是拿破仑 曾经被流放到那里 那是很小的一个岛 人口 只有四千人 我怀疑呢 可能根本就没有 中国人 住在那里 居然呢 这么关注 王志安 在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当中 排在第五位 仅次于中国 港澳台 比美国 欧洲 各个国家 都更关注王志安 甚至也比日本 更关注王志安 王志安现在号称是在日本混 本来应该是 有很多日本的网友 比较关注他 对不对 也没有 是一个小岛 这么关注王志安 原因是什么 这个小岛以前呢 上网是很困难 要通过卫星来上网 后来呢 解决了这个上网问题啊 是铺了一条 海底的光纤电缆过去 但那个小岛 才那么四千人 就要用到一条 这个海底的电缆 那未免太浪费了吧 所以当地的政府 就想出来了 我们要开发 数码经济 号称呢 要搞数码 要吸引人们 到那里去上网去 所以我怀疑那里 因此呢 就搞了这种流量产业了 如果我们把关于王志安的搜索的范围 限制在YouTube的话 那么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最关注王志安的 第一位还是中国 好 这个很正常 第二位是伊朗 这就很奇怪了 大家知道伊朗跟中国一样 也是有墙的 据说是华为去帮他这样的墙 所以既然有那么多的伊朗人 翻墙过来 关注王志安的YouTube频道 比其他的地方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关注王志安 比港澳台 新加坡 比美国日本都更关注王志安 这是不是显得很奇怪了 伊朗虽然有墙 但是跟中国一样 伊朗的网军也是非常的出名了 全世界有三大网军 中国 俄国 伊朗 俄国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王志安的 从那个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伊朗的网军 有可能也懒私活 也卖流量 不然的话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 伊朗在关注王志安的频道排名上 居然排在了第二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城市关注王志安的排名 王志安 因为他面对的 也是讲中文的 讲汉语的 这些观众 听众 用户 那么跟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海外 中文大力一样 关注他 主要呢 还是 中国 对吧 如果说看其他的 中文的那些海外的大力 比如说 中国 关注他们的 主要的城市 都是一线的城市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中国在一线的城市 网民是最多的 而且这些网民 是最愿意去了解国外的情况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最喜欢翻墙的 所以这些翻墙过来看海外的 中文大力的 YouTube也好 推特也好 应该主要就是一线城市的 像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你看王志安的 这个城市 关注排名 全面的都不是中国的 这些一线的城市 而是二三线 三四线的城市 排第一的是佛山 为什么佛山有那么多的人 在不停的 关注王志安 超过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 超过了北上广深 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怀疑了那里 可能也有流量产业在那里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有一个地名 一般的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是看到了这个地名之后 再去说什么地名 枯原乡 从来没有听说过 去搜了一下 才发现原来是台湾的一个小乡镇 人口只有三万人 可能也有流量产业在那里 不然的话没法解释 为什么台湾的一个小乡镇 这么关注王志安 除了中国的那些二三线的城市 三四线的城市 就是它不仅超过了台湾的任何的一个城市 甚至了超过了北京 对王志安的关注程度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全世界最关注王志安的 有四个很奇怪的地方 伊朗 圣赫勒纳岛 佛山 突然乡 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王志安的四大粉丝基地 那这四大粉丝基地之所以会冒出来的原因很显然的 那就是去买的流量 买的粉丝 像王志安这种人 最喜欢吹息自己粉丝很多流量很大 也就是说是特别的看重粉丝数 特别的看重流量的 那么没有那么多的粉丝 没有那么大的流量怎么办 那当然就要去买了 这样的话能够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当然也可以借机来炒作自己 通过这种加粉买流量 这个在中文的这些YouTube频道 推特账号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大家在一起搜一搜 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某一个中文的大V 也会发现都有存在类似的情况 只不过王志安在这方面做得更过分一些 可能更傻得花钱 可能就资金进来的 要把它推出来 那就扎钱去满世界的 去买粉丝买流量去 那买不到的粉丝流量怎么办 那就靠意赢 靠妄想 就像王志安最近发了一条推文 要跟台湾的赖清德比市场 赖清德你算什么 我知名度比你高多了 你只有两千多万台湾人的市场 有14亿中国人的市场 这相当于说在王志安的背后 有14亿中国人民都在粉塌 这不就是意义吗 王志安把自己当成了习近平了吗 果然现在王志安的号称 要出一本书 那题目就叫 王志安治国理政 他还真意赢自己 成了习近平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